这个德国的消费电子的大展之下 已经是正式的开幕了 包括了三星Galaxy Note将会在9月4号 在德国柏林正式的发布 现在时间越来越接近之下 更多关于Nordfree的消息开始出现了 在网络上面持续流传的 市场传出说在Nordfree将会推出了 高阶跟低阶两种版本 到底有哪一些的消息能够提前曝光呢 来看我们报道 在抢在苹果新机发表之前 三星是特别选在德国时间的9月4号晚上 要发表下半年的旗舰新机种 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柏林的记者会会场外面 在现场你可以看到已经有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架设舞台还有广告看板等等 不过在正式发表会之前呢 三星可以说是保密到了家 不管是从窗户或者是外面呢 都没有办法看到一丝玄机 大大的白色布幕就像一个礼物包在三星记者会的场外 上面就写着未拆封的包裹 现场也拉起红线全面戒备 就怕新产品的任何蛛丝马迹 一不小心就泄露出去 随着正式发表会的时间进入倒数阶段 两大吸睛机种的真实外形也越来越明朗化 而最受到主目的就是三星的大尺寸机黄Note3 商传规格有6寸萤幕1300万画素镜头 预计在9月中就会抢先在欧洲市场开卖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受到全球科技迷注目的就是Galaxy Gear Smart Watch的这个部分呢 商传规格也已经出来了 有3寸的萤幕这么大 不过看照片看起来呢 可能不会采用可挠式面板 到底这个真面目会长什么样子呢 预计在德国时间的9月4号就会为您揭晓 三星的智慧型手表就是要在穿戴装置市场 先站稳脚步正面挑战最大的竞争对手 苹果的爱挖去 三星讯闻彭宗李轩德国柏林采访报道